Hit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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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女收聽就是HitFM聯播網 今天這整個小時要非常的Josh 然後同時帶著MC耀忠跟Erica Hi! 三位打開招呼吧 來探班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Erica,劉愛麗 歡迎 我是MC耀忠 大家好,我是WhyNotJosh 從出江湖的Josh Yeah! Welcome back! 那Erica也是第一次來HitFM嗎? 不是不是,來過幾次的宣傳專輯 OK,謝謝你來到這個 當然,謝謝你們邀請我來 歡迎這個叫做 改邪歸正,謝謝 什麼,這個中文太深了 就是說,就來到對的station 就對了 那三位 這個combination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先聽到這個歌 台語正確發音,教Dennis一下 好,你說,你先講一遍 我不會講 你不會講 沒有話都按奶 最後一個字我們把它改成英文 原來是沒有話都按奶 那按奶的意思是說 就是讓你舒服一點 讓你不要那麼難過 那其實它是日文的由來 這首歌有個歷史對不對 這首歌可能很多新的朋友 不知道是什麼歌來的 是一個團叫做WhyNot 那這樣子吧,既然Josh來現場 我們可以聽聽你的music journey 就是你從小時候 到現在 對 這個歷史有點長 你一開始是 你應該是1973吧 I think, right? 你說出生嗎? 七一 我比你大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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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一開始你在台灣唸書 為什麼你的英文有那麼好呢? 其實也沒有啊 因為我後來就是因為跟 就是我的以前的我的恩師嘛 陶哲先生 那是2000之後的事情啊 對,但是因為我之前一直都很喜歡 就是聽英文歌吧 從小就聽ICRT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讀組團的時候 待會B掉 B掉 聽BBB I什麼的 我們live哪有的B 沒關係 有台有台 對,有台有台 sorry sorry 就是聽英文的電台 對,然後就發現說 自己喜歡聽英文的歌曲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只是資訊嘛 對不對,我們那個時候 所以後來我們到了1991年吧 我那時候剛退伍 然後就認識了 另外一個外納的團員叫陳建良 陳建良 就是以前五月天的其中一個 不是,他是五月天的製作人 喔,他也做無課群對不對 對 他也做旺福對不對 是的 宇宙人 他的錄音室在巴德路對不對 沒錯 現在搬了 現在搬了 喔 Anyway,他做了很多人 那我們兩個就有緣分 就碰在一起啦 我們就在滾石上班 就自己私底下白天上班 晚上組團 喔,你是從幕後過去的啊 對 我們一直都是幕後的人 硬要走到目前 那在95年的時候 你就做了一個why not 對 就是陳建良老師呢 他是團長 他找了我這樣子 那當年是走那種Fusion音樂對不對 你們號稱是Fusion音樂 Fusion就是融合音樂 那個時候是非常new school的咯 對 在其實90年代那個時候流行的就是一般的R&B嘛 可是那個時候有一種東西叫做 Essie Jazz 酸爵士 對 那我們就很喜歡那個那種味道 就是有一點Fusion 有一點Jazz 有一點Funk 有一點Hip-Hop 然後但是是搭配真的Live Sound的Band Sound 所以那時候感覺就覺得說 好那我們就要弄個團 那老師呢 陳建良老師就寫了這首 不換頭換奶 然後我們就在工作室裡面把它編完了 那那個時候why not有誰在裡面啊 就你陳建良老師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人 當時他是我們的鼓手 現在也還是鼓手 他叫做這個冠佑 他現在在五月天 以前叫燕明對不對 他最早叫浩明 好感動 浩明 燕明 到冠佑喔 對 OK 那就三個人 還有另外兩位 一位是吉他手叫Jimmy 然後另外一位是Bass手叫小明 那他們都在哪裡現在 現在Jimmy就是他已經在天上了 那我們的Bass手的話 他現在是在大陸自己做他的事業 做得很好 這樣子 那Jimmy聽到這個 你從做這個歌應該很開心齁 我覺得他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在這次演唱會之前 我們還特別去看他 對 我們團員四個人 我們二十年都沒有在一起 我們特別去他在的那個地方看他 跟他說我們要做我們的演唱會 這樣子 然後這首歌其實也是獻給他 所以 Why Not 是你的出題式生 就是你第一次站到目前 變成地上音樂 地上對不對 地上音樂 地下地上音樂 所以你是這樣開始的 對 你是想開始對不對 是 是 就是 Why Not 是我第一次出導 那MC耀宗呢 嗯 那你又怎麼開始呢 按照維基百科齁 你是聽Puff Daddy長大的 就吹牛老爹 I'll be missing you長大的 那個時候從小聽那種歌長大 你要靠近一點 然後對 然後就是後來後來是 長大之後會叫MC要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熱狗他叫MC Hard Dog 他真的inspire很多人喔 算是有inspire到我 然後包括 因為MC就是在HipHop裡面是叫做 Master of Ceremony 就是宴會的操控者 對 或者Mine Controller都可以 對對對 所以就會那時候會取這個名字 或者女生也有MC啊 對 或者Merry Christmas啊 對 所以後來 這個話題 所以後來後來有點後悔 其實不應該 但是那個時期很多人是叫 很多人是叫MC什麼 像韓國也會有一些叫MC夢或什麼 MC Hammer MC Hammer 所以你就叫MC耀宗 對對對 但其實我後來大家叫我耀宗比較多啦 對對對 你聽說有個工作室 有 我有 叫逆流是不是 逆流音樂有限公司 那聽說是在東區 之前在南港搬來搬去whatever 但反正就是 一樣都是在做 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都還在 都還在 那Underlover是你做的 Underlover是以前我發掘他們的 對 然後看著他們這樣 一路出去成長 直到崩壞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那個老闆控制不了啦 那個老闆控制不了啦 那沒有那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後來就離開我們這邊 對對對 那一開始是在我這邊 我挖 我聽到他一首歌 我覺得很酷 所以把他找進來一起玩這樣 對 今年MC耀宗有好幾首歌都很chill的 呃對 你今年發了幾個singles好多 在iTunes超多的 20個 你發了20首啊 20首 今年一定有啊 絕對有20首 絕對有 對 那是會變成一張專輯嗎 絕對超過 但我就不想出專輯 喔你不 你覺得你 就不出專輯了 就是應該就是單曲的年代了 對我覺得單曲的年代 而且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不夠紅 所以不需要出專輯 好謙虛喔 就是不斷的出單曲 然後 MC耀宗啦 就MC耀宗啦 Nobody else 因為沒有人叫MC什麼 哈哈哈哈 或者麥當勞 麥當勞 對 所以今年20首歌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辦法上 呃所有的串流平台 找一找 都找得到 你的音樂變得沒有那麼兇啊 對我變得比較chill 然後比較唱一些心理深處的東西 然後其實現在東西還蠻why not的 對所以他 是不是 陳希老師才找到我 喔 對因為我轉風格之後 他就說欸 他才約串流 你要靠近一點 喔還要更近 喔對 對對對 所以他才找我出來聊這樣 因為radio聲音是滿滿肥肥的 喔OKOK that's the radio song 對 那ERICA就 新朋友啦 這個參加星光大道 對 一路到先 你 你是LA人對不對 對我在LA出生 你在LA 很多人說你在Diamond Bar 很多人說你在 Orange County 誰在說他們怎麼那麼熟 我在Diamond Bar啦 所以你是Diamond Bar Diamond Bar Diamond Bar 那Diamond Bar High School這樣子 那你Diamond Bar High School完之後 就回來啦 Yeah我就是高中畢業 然後 因為我在美國就有在關注 星光大道比賽 喔 所以就 就是想要參加星光大道 那時候有個夢 所以我就畢業了之後 暑假來台灣試試看 對然後比的還可以 然後有經紀公司想要簽 我就決定要留在台灣 對 Diamond Bar 嗯 古時候 剛開始很多華人 一開始是聚集在Chinatown 跟很多香港人混在一起的 那後來台灣人覺得 我們東西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向東邊移去一個地方 叫Mondray Park 蒙特利公園市 換的地方就變成小台北啊 那小台北 一人一來一多 就大家也來了 就環境比較差一點 所以向東邊又走的一點 一個叫做哈岡的地方 哈西安達海 那是在Erica心中的 Old School Chinatown 那後來很多人 覺得哈西安達有太多人亂了 所以開始往東邊走 所以在90s 出生的孩子應該 Diamond Bar 是你們的聚集地 對或Walnut Roland Heights 他們叫做六二六中 六二六中 然後他們叫做AZN Asian Chinese AZN 這就是AZN 喔 Asian Chinese 原來有這個 真的來源 我也不知道耶 那Erica你決定說 OK我念完High School 很多朋友 你的朋友應該都上College吧 對啊 那College很重要 但是這一課你選擇回台灣也很重要 對 你怎麼說服自己的呢 我沒有想那麼多 哇 因為我才18歲我就很衝動 我就覺得 好像比賽蠻順利 然後就是更接近唱歌這個夢想 那我就放棄了我在美國的學業 但我媽媽就是 我媽媽其實算是蠻支持我的 但是她就說如果我決定留在台灣 我一定要去讀大學 所以我就休息了一年 跟準備了申請台灣的大學 後來就上了台藝大跟順利的畢業 我覺得超級驚訝的 對啊 我這個不會看中文的人還可以大學畢業 那你是唸原文嗎還是 Yeah 但還好是戲劇系啦 所以戲劇系很多我們的 讀的劇本啊都是從英國來或是美國來 那他們會可能 大部分的學生都看翻譯中文版本 那我可以看原文 所以就還可以啦 臭屁這樣 而且我考試都寫英文喔 我都沒有在care 那就是你culture shock 人家說人家去美國會culture shock 那你回台灣 哇塞 車隨馬龍完全不一樣 是啊 你有culture shock嗎 Definitely 那你花多久時間就是 融入這樣的生活呢 我覺得應該要 好像叹氣了 為什麼叹氣 台北不好嗎 因為前面真的是遇到蠻多挫折了 真的嗎 對對對就是 像怎樣的挫折 像是 我覺得可能我剛來 因為可能 在美國長大小孩跟長輩 可能相處起來是比較像朋友的 你是零到十八在LA的 對零到十八都在LA 沒回過家 從來沒回來過 台灣我就是可能暑假有來過兩三次這樣子 然後可能我很小很小baby的時候 但是我就是沒有什麼 在這邊的文化的教育 就是tourist 對不對 就是tourist 沒錯 對所以可能像這邊 你對長輩說話 可能會有一種 有一種Asian的禮貌吧 對然後或是你要加哥加姐 這種東西 我很不習慣 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剛開始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我蠻不禮貌的 對 對對對 就是算settle在台灣了吧 現在 是吧 小台妹啊 哪有 好那說到這個project 為什麼 Josh 這三個人 是這三個人 就是怎麼會出現是不是 對你就是 第一嘛 我們先講 你 從 發完2008的陳希專輯 就是Kelly啊 早午餐那一張 對 然後隔了12年 今年開始非常的活躍 是 為什麼你突然間這麼活躍 因為我覺得 你知道我們這個年紀齁 就是你知道 就是如果說 說好不提年紀 我這個年紀的男生 如果說 你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的時候 你到了這個年紀 你就會想要趕快做 因為如果你再不做 你也不會再做了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我這麼喜歡音樂 我要趕快做 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這次就剛好 就是我們25週年 就剛好卡到這個時間嘛 萬一那25週年 我們要辦演唱會 可是因為pandemic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辦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一定得做點事情啊 因為大家都一直想說 你們到底要辦演唱會 什麼的 然後我們想說 好吧那我們就出個單曲 剛好我就把這個東西 做了很久 大概有一年多了 然後就一直想說 那我就自己弄一弄 就發了吧 後來就跟團員討論 他們就說 他不唱 然後另外一就說 我也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也比較忙 有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反正大家都有 大家的事情 那五月天那位 根本不可能參加嘛 對不對 他本來就鼓手 我以為他本來就鼓手 不是他就是鼓手 本來他也不會唱啊 對不對 重點是他也不會想要 他不是不會想要 講錯 就是他沒有時間來 anyway 那我就想說 那就是說 我們就自己來做 想了半天我自己唱 沒那個 沒搞頭啊 對不對 誰要聽一個老頭唱歌 對不對 可是你keep的很好 你鬍子一刮應該可以演BLG 可是剛剛娃娃看到我 說 你好可 你的鬍子都白了 Josh 然後我就 anyway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想想 我們必須要做這個歌 然後就找到了 Erica 因為我為什麼會認識Erica 因為我們去年認識的時候 是在創作營 一個Music的一個Camp 然後我們就 Sunwriting的Camp 然後認識她之後 我就跟她寫歌 就發現說她的Vocal 真的很 其實真的很吸引我 因為我跟她寫歌 聽她寫的東西就是覺得很自由 然後她的聲音又很 讓我覺得很感動 我就說 我之前想很多別的女生 我覺得都沒有她好 我覺得她是 Erica的前兩張專輯 她感覺上被流行還有企劃 耽誤的節奏 攔調歌手 就是maybe你的公司 你的企劃 你的agent 希望你唱 一些非ABC女孩唱的音樂 對 是吧 他們的確就是 Don't do ABC的袁詠玲 Don't say 不要唱R&B 不要唱R&B 而且他們很 一剛開始是不希望我 我講太多英文 他們希望我更借低氣一點 對對對 那其實你的心理是 是唱這樣的音樂吧 對不對 This is your stuff right here 就是聽到會覺得 我的瘦好舒服喔 就是有被 她觸到我的靈魂了 對 所以是Erica 就決定了是Erica 那What about MC奧中 對 然後後來呢 Erica就很快的決定了 我就約她出來嘛 然後就說 老師想找你合作這個 不想你合約怎麼樣 老師你不用擔心 我現在已經快要自由了 然後呢 所以你離開上面姐了 對 這好說嗎 可以啊 這樣才有等一下找你合作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晚上至少有兩百萬人在聽 對不對 Erica你完了 沒有啦 她的意思是說 她覺得她 我跟她合作她覺得很開心 她剛好也有這個gap 可以想一想怎麼做 那就這樣子 後來就決定說 我們慢慢慢慢慢慢 就給她聽一些東西 耀宗的話也是我完全沒有思考 因為之前跟她合作過一個小東西 我聽了很多rapper之後 我就決定就是她 因為她是一種melodic的rap 會有旋律的 然後我就覺得 跟我們比較合吧 這樣子 後來就決定我們三個人一起合作 他們也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結果大家都配合得很好 這首歌應該有取樣一些 舊的聲音回來吧 對不對 你耳朵真的很利耶 是不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電台有這首歌的圓曲 對 這有很多東西應該是 就是你應該有分軌的那個 叫Protux file吧 Exactly 那個時候有Protux嗎 還是你是盤帶 那個時候是盤帶 然後我們把它過成Protux 但是其實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都已經transform 就是一軌一軌的 對對對 那你拿了哪些部分下來 我拿了很多不要的 很多都不要 因為不能用 因為是人家的權利啊 我不能用 因為那是 舊的公司的recording rights 我不能用他的sample 我必須要 重新的 regenerate 新的sample 但是是模仿的 哦 哦 那個扎眼是什麼意思啊 哈哈 扎巴眼說話 是你要約我出去吃飯嗎 你有空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回來之後呢 我們要繼續討論 Josh他的音樂 journey 剛剛是講到Why not 也是1995年 95年 95年是25年前 25年前 對 那年張學友推出一張專項叫 珍愛 對 那張照片賣了100萬 我們只賣了1萬 那不管 你的歌還是留下來啦 沒錯 所以張學友的沒有留 不是 張學友的 就是張學友以外呢 那留下就很厲害了 因為 珍愛是like take over the whole thing 對對對 那個時候 整個 整個都是他的世界了 對對對 那25年後能夠聽到我們的歌 不錯 不錯 所以待會呢 陳希、Josh MC耀忠跟Erica 繼續跟我們分享 Josh的音樂旅程 然後Dennis Promise你 不提他女朋友們的事情 We'll be right back OK 這個section呢 我們要丟掉陳希 我們要聽一段Erica的歌 那都是比較節奏藍調的歌 那Dennis心目中啊 Erica她是 一個很R&B的女孩 嗯 嗯 希望你趕她多唱一些 你自己心中喜歡的音樂 好 會的會的 或者很soul for那種音樂 有有有 這首歌是當一個天使的憂愁 是你跟小雨一起唱的 對對對 那我們剛剛到95年嘛 對不對 95年 我們剛剛在95年 95年 why not 那Dennis下次碰到陳希是那個時候 他練得超壯 He was like an iron man 喔真的 你說95年嗎 99年的時候 他加入了Soupidoua的第三張唱片 等一下可不可以不要提這個事情 為什麼你們有牛肉喔 不是沒有牛肉 嘻哈的牛肉 其實我不太想要提到這一段過去 可是那張專輯很好聽耶 有不是不想 喔那個超棒的 喔那個超棒的 這是結倫寫的 那不管你們在 就是in the project 那張to me 可能Soupidoua最好聽一張唱片 是 謝謝 那之後呢 既然他不想提我們就跳過去 下次Dennis碰到Josh 是他在桃澤身邊了 桃澤那個時候有個production house 叫做新歌吧 New Song 叫New Song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個時候 為什麼走到幕前之後 又決定當幕後去幫人家呢 其實那個時候因為why not過後之後 就是到了你剛剛提到的那個團吧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是跟 我也是很struggling那個時候 身體不太好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小問題 然後呢 就某一個偶然就是我在1997年 聽了陶大師的唱片之後 我就覺得說 有一天我一定要跟這個人 一起工作 那張唱片 就是愛很簡單的那一張吧 是的 那張MC耀中有聽過嗎 有有那是我小時候 沒有沒有 高中的時候 對 但桃澤也是我心中的神 那Erica那時候出生了嗎 1997 97 我五歲 喔五歲 那你知不知道這張專輯 你知道這張專輯嗎 叫Talism 我可能要知道裡面有什麼歌 飛機場的10點半 飛機場的10點半 喔有有有有 我認旋律 我認旋律 有有有 Anyway 就到了那邊 然後我就有反正 因緣機會就認識他了 他聽了我的歌 就要我去公司 後來就在他公司上班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 緣分很奇妙 那時候你在陶澤公司任職是 來音樂總監之類的 No no no沒有總監 就是音樂小助理 就是幫人家 編曲 編曲寫歌 然後寫超超譜 然後跟著他到處去巡迴 當backup vocals 你還是keyboard手 我記得 也是keyboard disc 對 就那個時候好像叫做 就是愛你演唱會吧 是不是 對 是你嘛對不對 沒有我們第一個 tour 叫做Soul Power 在台北市立體育場的 對 就是周董走出來合唱那裡 嗎 那時候沒有 沒有 還是忘記了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就是六萬人 那天晚上有六萬人 因為你知道小巨蛋 小巨蛋本人嘛對不對 對 他旁邊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暖身跑道嗎 以前台北市立體育場 聽說是把小巨蛋 暖身跑道 跟後面的田地場 砰砰砰砰在一起 對以前沒有小巨蛋 以前沒有小巨蛋 以前是一個露天的Stadium 然後那邊可以裝六萬人 OMG 然後那天晚上是Full House WOW 然後全滿 然後我在上面 好爽喔 好爽 然後我就是 那個尖叫就會 耳朵會痛吧 感覺那個 快要笑笑笑 快要尿出來 真的喔 那是桃蛇第一個演唱會吧 那是他第一個演唱會 WOW 最棒的一個 其他也都很好 但是那個是我覺得最棒的 他唱的最好 他那時候剛發完那張 一張要找自己那張對不對 對 就是I'm OK 那個時候你就加入了 對 哇塞 那個時候真是桃蛇 大聲一喊 樂透是幾號 大家就牽著那種 那種狀態 對那時候他真的是 Oh my god The god of R&B He was He is still He is 那之後你在新歌跑了多久 跑了有 他現在是Rocker了嘛 他Rocker 他就是一個被 Rock耽誤的R&B歌手 Oh David 對 所以他剛開始是Rock嗎 他的學藝是 R&B R&B 但他喜歡Rock 但是他覺得自己喜歡Rock 所以現在都是Rock的作品 每次 碰到那個桃蛇的歌 Hey gotta go back to R&B But I'm a rocker 對 He is definitely a rocker 是 因為他的個性 他的很多喜歡的東西 你感覺得出來 No he is a R&Ber OK He is R&Ber 那你跟David走了多遠呢 因為是快將近十年的時間 那後來離開了公司吧 這樣子 那你後來這十年我就沒見過你了 就是在新歌之後 對 因為這十年我就買 我就開始把自己埋藏起來 那個時候Dans 有碰到花花一次 花花就是 他的另外一半 那種不結婚的另外一半 很酷很酷 他就說喔 陳希希你不做流行歌了 那時候發完一張專輯 叫做陳希 就是Morning Haze 裡面有兩首歌好喜歡 一首歌是早午餐 另外一首歌是凱莉 後來我Google 花花的英文名字叫Jade 不叫凱莉 那凱莉是誰呢 我想問到底誰是凱莉 怎麼回事 你剛剛不是說你答應我們說 你絕對不會講我們 就是有跟這些女孩們的事情嗎 就是你已經承認那是一個人了 其實那是一個虛擬的人 因為為什麼因為Carrie 好唱嗎 你唱 是嗎 Jade你怎麼唱 Jade 好聽啊 好聽啊 Carrie 還好 是不是比較那個Rhyme 有人在說謊對不對 他以前還是有個什麼melody 你說桃子的melody 桃子很愛melody 今天是研究桃子 他在第一張唱片翻內頁有謝謝melody 真的有 第二張I'm okay 我謝謝mel M-E-L 喔 第三張直接寫歌跟他說再見 喔 對對對 They're all from LA 浪漫喔 都是你的家鄉來的 嗯哼 嗯哼 所以anyway然後後來就離 到十年離開了嘛 後來就沉寂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 前兩年就還是開始決定說 休息了很久覺得還是自己喜歡音樂 所以才去參加了創作營 嗯 然後也簽了一些新的詞曲作者 才會認識Erica 然後邀宗這樣子 嗯 那十年你就沒有工作嗎 You don't do nothing 你什麼都不幹 I did a lot of things 就是幕後或者是 聽說你不做流行 因為做電影配樂了 對對對 我就去念書去了 念film scoring 然後念了好幾年 然後就開始學我喜歡的一些 Hobby這樣子 哇塞 感覺上是很放縱人生的日子齁 那是還跟林子良打拳對不對 尋找自己 尋找自己 對找自己 就是打 學了詠春啊 學了柔術 柔術啊 剛剛說他不去健身房了 就在那個公園吊單槓 對我不去健身房 好瘋狂 你以前是那種超大隻的耶 真的很壯 他一定穿背心 永遠要露雞 永遠穿背心 對 就他不穿背心就 欸好奇怪 你怎麼沒有穿背心 我跟你講我是被人家耽誤 我是被人家害的 其實我不是那樣子的 你說被劉根洪害的 我不是說是誰 哈哈哈哈 今天爆很多量 今天是不是會有兩百萬人聽 絕對有兩百萬啊 黑隊Fan晚上絕對有兩百萬 好那 之後呢 故事是這樣子發生的 電視有一次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 欸就 我們就跟Josh勾搭上了 我們就突然間開始聯絡了 對 對 那我們就說去民生社區 吃個麵包 喝個咖啡 我找你的啦 喔喔喔喔 然後我們就到了 然後那個時候蛤蛤蛤坐下來 我嚇死了 我說蛤 You still here 哈哈哈 所以你們在一起已經一輩子了吧 對啊 你要靠近一點 It's gonna be forever 所以他就是你的 forever 好浪漫喔 對對就是 Soul mate 因為我們就是已經 就是你知道就生活在一起 然後我們也很 就是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 你不可能再換別人了 因為 他對你的了解就是 就像你手指頭想什麼 他要去哪裡 彈哪一個音 他都會說 哎呦好好聽喔 你知道就是有這種人在你旁邊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一直支持你 嗯 不管我怎麼樣 他都支持我 那MZ要中 這是愛嗎 這是愛 這是愛 愛啊 那為什麼他們不結婚 可能比較前衛吧 可能他們會覺得 可能他們會覺得 像歐洲的人的一些想法 因為結婚就是一張紙啊 是不是 可是一直說愛就是saying 就是我就講而已 但是沒有啊 They did it 他們還在一起十年多 是不是 That's their action 那這樣子好了 現在花花在聽Heat FM嗎 應該有喔 我們有三十秒鐘 請你把你肺腑之言 講給花花聽 Oh my god 他就是 花花你就是我 這輩子的 陽光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要唱起來是不是 我們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我們能夠好好的 健健康康的 長長久久的一起 生活下去 謝謝你 Turn on the radio Turn on the radio Up the volume sun Listen to the music Oh yeah Hit FM 陳希平常有一個網路直播 就是錄廣告時間的 Oh my god 你應該覺得 你應該覺得很慶幸一間 沒開這台機器 哈哈哈 哇不然你可能走不出 Hit FM嗎 哈哈 萬一有人會講話 好這個這個 是這樣子 明天要拍的是 炎爵的MV嘛 是 故事這樣子 那天我們就喝咖啡 喝完咖啡之後 Dennis就推坑他買電腦 他就買了 他就真的被推坑了 換電腦 換電腦 就換了 換完之後呢 就說欸炎爵很會拍MV 剛剛有一個影音製作公司 我們就當場發了Line給他 對 他們當場就喬定就拍了 就這麼神奇 對對 謝謝你 不過炎爵真是一個很酷的人 就是他退居幕後之後 他就很想幫助很多很多人 嗯 他的出現應該是音樂界一個Blessing 沒錯 是一個Blessing 真的真的 他太 他的這個 就是說他對於音樂的熱愛 跟這個行業的怎麼講 奉獻 我覺得他其實做了蠻多的 他人也非常nice嘛 你跟他也那麼熟 所以這次他明天後天會幫我們負責 拍我們 兩天喔 拍兩天 拍兩天 一天在台北一天在高雄 這麼狂 就是拍 無話多愛耐的 那那個trailer是他拍的嗎 就在車上那個 那個導演是Erica 是你用GoPro拍的啊 對 GoPro 放在Dashboard上面 你看現在這個年代 怎麼樣都可以拍出好東西 那個顏色一條 我以為 炎爵可能趴在前面 拍出來的 哈哈哈哈 科技 我跟那個 我跟Josh要拍流星城市 對 我們兩個要開車兜下台北 對 應該是GoPro拍的 但是音樂好聽就沒有問題了 沒錯 所以炎爵很酷 所以如果有任何音樂人正在聽音樂 如果你struggle 在MV上 你跟他聊聊天 他應該會給你很多開導 對對對 你不是說你很struggle 哈哈哈哈 我要跟炎爵聊聊天 可以啊 但你如果有歌的話 然後你需要一個MV 你跟他聊天啊 嗯哼 就work it out 誰知道你會怎樣 我真的覺得Danny是很會推人家 欸炎爵現在說完完蛋了 他真的很優秀喔 他真的很棒 他真的很棒 好那Josh老師呢 要趁開麥的時候 問一下兩位喔 跟 晨曦一起 合作音樂的感覺 嗯 你先好 不要官方齁 沒有官方包子 對啊 the real thing 因為我必須說 我在之前 因為前兩張專輯 都是跟 有經紀公司 跟唱片公司的合作 所以 很多東西是 不是由我來決定 就是我就是 show up sing 表演 就這樣子 但很多的企劃啊 或者是 造型啊 什麼什麼都 我不太有太多空間 來講 我想要什麼 但是這次 就是第一次 就是參加這個 然後 晨曦老師就是 every step 都會問說 is this ok is this ok 然後就是 很讓我們參與在 整個 整個過程 宣傳企劃 所以這是你第一個 freelancer的工作 yeah yeah wo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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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知道外面音樂 是這麼自由的喔 yeah pretty much 然後我不知道 就是有 有這麼多事情需要顧 因為以前都是有人幫我顧 對啊對啊 so it's a very good learning learning project for me 對對對 所以明天MV 那個造型啊 那個感覺 都是你自己想像出來的嗎 我們一起去 我們一起去 買衣服 這樣才酷對不對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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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n experience 所以這個不算 這個像是 剛剛放出來的鳥 什麼都很好 就剛自由了嘛 對 所以各位音樂人 現在Erica Freelancer 過來找他聊天齁 對 那耀宗呢 呃 我的話喔 其實我 我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比較沒有 跟這麼資深的 音樂的老師合作過 所以他找到我的時候 其實我蠻shock 但是他剛剛 你們怎麼找就是 在Facebook敲你的 就是有他有透過他一個 學生幫忙聯繫到我 然後 我們就約出來 反正就約了 那邊然後就碰面 對 然後一開始他就 就看到老師 他是Present這一首歌給你 呃 對 他是Present這一首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他放出來說是這一首想找我合作的時候 我就嚇到 欸 這是我去年 又把它翻出來 我真的超喜歡這首歌 然後想不到這個人 就活生生在我面前 說要找我合作這首 然後我覺得 哇 我的好運來了 哈哈哈哈 那工作的過程呢 The process 呃 我覺得我跟老師很合得來 就是不管是音樂上 然後還有各種事 譬如說他也很喜歡看UFC 然後我會跟他聊一些UFC的東西 之類的 還有很多車子啊什麼什麼 錶啊都可以聊 耀宗是一個很 very 什麼都好 什麼都ok的一個 很easy going的一個人 然後 反而變成我在這邊 就是因為我 可能之前 東西都是給其他人管 然後我可能會以一個 以前經紀人的模式去想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會 很多很多要挑 或者很多問題要問 然後就覺得 哇耀宗顯得好chill 他什麼都okokok 對 神的我好之前好像有點GY 不會不會不會 這就是indie level indie level change出來的 對對對 沒有什麼到自己擺平 沒錯 因為你是女生 所以我覺得合理 是ok 那明天的劇情可以透露一下嗎 明後天的劇情 明天的劇情 我有點忘欸 我們都忘了 可惡 完全照準他的 沒有啦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好像要拍一個 嗯 拍一個就是 嗯 在一個 室內的一個 居家的感覺 可是有一種 好像 做夢的 穿越時空的感覺 對 然後到時候會到高雄 拍一個比較復古的場景 對 然後讓我們 然後我們會再做一些特效吧 這樣 但具體是什麼 我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聽說演員覺得 他有一台那個red 就是 就是拍電影的red 喔喔red 我們明天告訴我那個red 厲害的厲害 好不好 那這首歌什麼 已經正式上架了 10月30號 已經在各大平台串流 可以聽到 再教Danny講一次台語 無話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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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am I close 你問我 我不會知道 那MV 什麼時候我們會 聽到 我們希望是在 11月的13號的晚上 因為原來是 14號就是我們 演唱會的日期嘛 希望在那天就是 10天要剪出來喔 10天會不會太趕 不知道 你可能要嚴格 犧牲他的家庭生活 難怪 犧牲一切 難怪我問 我問演老師的時候 演老師沒有回我 哈哈哈 OK 好 那接下來你有什麼 各位有什麼project 為我們預告一下呢 最近在做的一些東西啊 就是在準備一些表演 會有跨年活動 跟下禮拜在PC Home的演唱會 會出現 喔 酷那個大腸子喔 耶 酷 那耀宗呢 我11月8號 在信義區的夜店Rough 有個表演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 還會繼續毛起來出歌 所以大家 Follow一下兩位的Facebook 然後看看iTunes 然後Spotify 我們新歌跑出來 對 那Josh本人呢 我應該就是會 繼續做音樂吧 不管做什麼音樂 我都會繼續 嘗試新的東西 最主要還是會跟 接下來會跟耀宗 做一些新的專輯 那不 我們不要辦一個求婚派對嗎 No We're not 什麼什麼什麼 我是Dennis 他是晨熙 MC耀宗 Erica 謝謝三位探訪 謝謝 Woo 謝謝 我是Dennis 謝謝